虽然每天的生活都被媒体追踪报道 但吴奇莉似乎很享受这种曝光度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自己的美照 有出席活动的 有豆蔻年华的 还有专藏的身穿玉袍的照片 也不吝啬分享 晒下照片倒没什么 可前两日吴奇莉在网上公开了 小龙女私下和自己聊天的喜怒 这样不尊重女儿的隐私就有点过了 不出意料此举一起骂声一片 而面对质疑 吴奇莉毫不示弱 接连发文怒怼 先是呛声我自己家的事 我有自由说 你不爱看可以不看 接着又放出自己家猫的照片来吻玉 懒得跟你们讲我要睡午觉 完全不接受批评 吴奇莉曾发文抛白这些年的心怒历程 称报复和仇恨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好 只是让彼此变得更糟 既然爱过就放彼此一条生路 当初跟他在一起 如果他没有隐瞒自己的婚姻 那么你就应该预想到将来的后果 孩子或许比爱情更牢靠 孩子终将会成为你的解药 女人只有依靠自己 才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美丽 让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放下了 可这次抱女儿的隐私事件 说明所谓的岁月静好 也只是伪装 吴奇莉本以为靠着小龙女能重获新生 可小龙女放弃血液宣布出贵 让成龙越来越不喜欢 被成龙认可 继承家产已经希望不大 吴奇莉只是抱怨小龙女不争气 所以破罐子破摔 拿小龙女出气吗 这么多年的担心妈妈的确生活不易 但如果心态继续施衡下去 则会爱人爱记